大家好,欢迎收看《瑞说瑞话》,我是周瑞 奥运会看得我心潮红牌,但是一刷外媒又让我糟心乎 金牌就不说了,少了 嗯,中国出现了问题 多了,哦,看呀,没有感情的金牌机器 数字他们也不好好报 金牌追不上了,咱们排奖牌吧 奖牌追不上了,咱们拿一个人均奖牌吧 结果新西兰成为了最大赢家 这就算了 最让我崩溃的是我们的运动员错失金牌和奖牌的时候 我的天,一下外媒简直成了条件反射了 看,中国观众的玻璃心碎了 看到这种新闻,我是一脸蒙的 谁碎了,怎么就碎了 给大家举个例子 被国人给予厚望的女排,小组就被淘汰了 最后一场结束的时候 运动员围成一圈,给朗平鞠躬 同时赛场上响起了阳光总在风雨后的音乐 网络上一片都是感动 玻璃心在哪里 这让我想起当年刘翔退赛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可能不记得了 了巢也是有放过歌的 海阔天空 同样也是经典 同样也是感动 遗憾的是当时的确很多人跟风指责刘翔 所以这次苏扁天上热搜的时候 很多人就涌入了刘翔的微博 说对不起 当年你跑得太快 是我们的素质跟不上 刘翔说不必道歉 人都会成长 所以你看 一届届奥运会过来 中国的运动员在进步 观众也在进步 这次奥运会 回顾过来 就算输了 只要是记不如人 大家也都是接受的 愿意为运动员喝彩 愿意为对手喝彩 倒是一些外媒 拼命地在中国社交平台上 找一些情绪化的声音 然后如获之宝 搞了一个大新闻 然后哈哈大笑 看你们中国观众的玻璃心又碎了 临近闭幕 我们可以自豪地说 中国观众和中国运动员一样 配得上一块奖牌 甚至是金牌 同时我想问一句外媒 到底是谁的玻璃心碎了